欢迎回来 毒品害人不浅 但还是有毒贩愿意为了赚快钱 就算多次被警方识破逮捕 也执意以身犯险 五家慢速毒组在这个月1号 展开了一场跨吉隆坡 雪州 槟城和击打的逮捕行动 成功起货市值高达520万令吉的毒品 两个人的企业 还有三个人的企业 这些人的企业 这些人的企业 这些企业是一企业的企业 在这些企业的企业 企业的企业的企业 是218kg 蓝利丁补充说 网网嫌犯有九名本地男子 一名本地女子和一名泰国男子 当中包括贩毒集团的首脑 他们将被严扣7天 到这个月8号 警方是援引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 第39支B条文调查此案 另外 218kg的毒品当中 有46kg高纯度海洛因 104kg大麻 60kg冰毒和7kgketamine 一旦这批毒品流入市场 可提供多达100万名瘾菌子使用 警方认为 滥用毒品的情况 有上升趋势 自今年1月至今 短短的两个月 警方就逮捕了 33345名涉及毒品案的人士 起获了价值 2亿1600万令吉毒品 警方计则 5年新闻 公司 找门 经ετα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